亚瑟在化身小丑的台阶上 对着小丑女哈利奎因无奈地说着 不要再唱了 好吗 这一刻亚瑟仿佛喊出了影院内全体观众的心声 影院里的观众就像电影中庭审现场的观众 大家期待如同小丑第一部那样 最终但是一个更疯狂的小丑 但是直到电影最后我们才发现 我们等来的只不过是那具可怜的躯壳 小丑二双重妄想这部电影实在太奇怪了 他反直觉反高潮 整部电影兼于跳舞庭审 监狱跳舞庭审来回切换 故事也很简单 开场那段复古风手绘动画就能概括全片 上塔表演前亚瑟的影子夺取了亚瑟的身体 将真正的亚瑟关进了衣橱 而这个影子其实就是小丑 但是就如这部电影的结局一样 当小丑在舞台上产生一系列慧望后又消失不见 将所有乱摊子一股脑地抛给了真正的亚瑟 电影的剧情走向完全和喜欢小丑第一部的观众 预期地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这也是看完电影的大部分观众 为杂成的根本原因 和在聚光灯下迎合着狂热粉丝 最初疯狂出格举动的小丑不同 很显然这部小丑2双丑妄想 并不迎合广大观众 这就不禁想问 难道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没有预料到自己这么做 这部小丑2会迎来口碑跳坊双重滑铁炉吗 不过现实是 他可是拍出了小丑这部神作 以及宿醉系列的商业大导演 托德菲利普斯 他可太明白拍什么大家会喜欢 拍什么大家不喜欢了 所以很显然 这部小丑2双丑妄想 是导演的故意为之 还就是要恶心一下 如同电影中小丑狂热粉丝那样的观众 就如当年小丑第一部上映后 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达过 你不应该支持这个人 而如今这部续作 导演就身体力行地恶杀你们的小丑 可以确定的是 小丑2双丑妄想中的副标题 双丑妄想指的并不是小丑和小丑女哈利奎英 而是亚瑟和体内的小丑的双丑人格 而小丑2的英文副标题 Foliative其实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医学名词 二连性精神病 形容了就是一个有精神病症状的人 将妄想的信念传送到另一个人 虽然你可以把电影中的小丑女哈利奎英 以解为是亚瑟幻想出来的角色 但是小丑女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更能表达导演隐藏在电影中的真相 假而言之 小丑女就是小丑狂热粉丝的代表 因为目睹了电视直播中 莫瑞脱口秀节目 小丑一枪了结莫瑞 开始疯狂的爱上小丑 明明是富家小姐的她 会去亚瑟转变为小丑的台阶圣地巡礼 会为了见小丑将自己关进阿塔姆丰人院 定西服药 加上亚瑟辩护律师的真心关怀 其实亚瑟体内的小丑已经被抑制住 但是小丑女哈利奎因的出现 却再次打破一切 二连性精神病其实就是小丑女 将自己的妄想传递给了亚瑟 让亚瑟体内的小丑再次觉醒 小丑和小丑女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但是当台下虚声一片 为了迎合观众迎合粉丝 小丑女会说 没事的 那我们就给他们想要的 接着就是一枪射向小丑的腹部 虽然这只是电影中的一小段幻想 但是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想表达想讽刺的 已经再清楚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小丑二双丑幻想 最后埋下了一个彩蛋 亚瑟最终死在了自己的疯狂粉丝手中 而那个结束亚瑟生命的男人 在骗我的演员表中 就叫做真正的小丑 真正的小丑将自己的嘴巴割裂 其实就直接衔接着诺兰的 2008年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嘴巴同样被割裂 亲自来劫饰演的小丑 那一样的小丑 就像这个小丑